主料,鸡蛋3个,五花肉150克,虾12克,韭菜30根,补料,姜,盐,蚝油,料酒,香油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用餐人数1-2人,将肉洗净切块,剁碎,将洗好的虾仁和肉一起剁成泥,切三小片姜克尔一起剁成泥,将三包入干净碗内, 加入陶油,料酒,香油,盐,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,将洗好的韭菜切碎,倒入骨中,再加入少许盐和香油,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即可,饼抽做蛋饺,鸡蛋打碎,用筷子搅拌均匀,搅滞出沫更好,饼抽开至中等,预热后用油刷刷上一层薄油,取一小汤勺,取两汤勺的量慢慢淋入饼抽内, 带蛋皮往上切二十,用筷子取勺续线抹入蛋皮中心,用筷子和不像钢勺一层液污将蛋脚卷起来,卷好后将放置一旁继续做,带所有的蛋脚煎至两面金黄,将煎好的蛋脚装盘,放入蒸锅中,水开后蒸15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 一,一定要将虾的虾肠清理干净,否则会很腥到,二,韭菜应该提前洗好过滤过多的水分,否则容易出汤 三,小线的时候,一定要认试一个方向小,传统炒锅制作慢,只能做一个,颜色比较深,秉称受热均匀,且制作快,以此刻做十个,色泽鲜亮,秉称做的更受我的喜爱,当然没有秉称的用炒锅做也不错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订阅本频道